拜登5月26号才刚在西点军校说完美军会无力保台 6月4号拜登又再提了 接受时代杂志专访 拜登表示美国不寻求台湾独立 如果中国试图片面改变现状 美国也不会不防卫台湾 不排除要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 不过这和派遣陆海空军力有明显差别 而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 以台湾关系来看 不单单只是说武力侵犯台湾 才叫改变现状演习 或者是以战逼合的这种企图 美国政府拜登的强度就不同 会去利用大量的电子征收的船舰 电子侦察机在台海周边的飞行 资讯跟情报传递给我们中华民国国军 学者分析因应中国不同策略 美国也会有不同做法 不过拜登二零二一就任总统以来 四度在接受提问时 都明确表示会以军事捍卫 遭受北京侵略的台湾 不过除了盟友协助 系顿能成为台湾最坚实的国防力量吗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 要将产能完全移住台湾是不可能的 因为台湾旧镇全部产能高达八九成 全世界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阶半导体 这是移不开的 不要讲这个短期 我认为中长期都还移不开 今天台湾已经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 一个供应链的其中一环 如果遭受供给的话 有可能会让全世界的相关电子产品的供应链 产生锻炼的可能 台湾以自我坚强实力 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为自己寻得更多和平稳定的可能性 三立新闻林书贤杨纸玉台北报导